大家好,我是阿柴 昨天苹果开了秋季发布会 我关注的MacBook Pro终于有了大幅度的升级 M1 Pro和M1 Max 详细了解之后我特别想买个M1 Pro 但最后我决定购买去年发布的2020款 M1芯片的MacBook Air 8加256G 下面分享一下我的思考过程 劝大家理性消费 M1 Pro很强,是我想要的 M1 Pro相对于一年前的M1的Air和Pro 可谓是全面超越 CPU提升70%,GPU提升200% 屏幕升级,变大,高刷,miniLED,分辨率 声音和麦克风也升级了 外观改进,接口丰富,SSD硬盘速度起飞 内存和存储容量翻倍 还有专业级的媒体播放器芯片 唯一的缺点是屏幕留海,但我可以接受 这么多的变化价格只要14999 但是这些是我需要的,还是我想要的呢 没错,这些都是我想要的 那我需要什么呢 我现在产出的视频都是用这台7年前的MacBook Pro制作的 这台电脑虽然很慢 虽然得妥协,而且有很多不爽的地方 而且这些地方越来越多 但是它还能干活 我是从2014年开始用苹果MacBook Pro的 作为我的工作主力机 MacOS系统也是作为我的主力系统 Mac下面的软件,硬件,它的脾气秉性 我是有了解的 它和PC很不一样 我手上的这台2013年末的MacBook Pro 13寸 在当时来说也算是革命性的产物 它和之前的MacBook Pro相比去掉了光区 硬盘从机械硬盘变成了SSD固态硬盘 屏幕从普通屏幕变成了Retina高分辨率屏幕 外观变得轻薄,重量也减轻了 这也算是大幅度的升级 我买的这台是这种大升级之后的第二代 一般这种大改款的初代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软硬件bug 去年2020年末的M1也是这样 芯片从Intel的X86变成了ARM 再加上大改的Big Sur系统 初期也是错误频出的 芯片架构变了,软件也需要适配 但经过这一年的时间的修补 不论是Big Sur系统还是M1芯片 亦或是软件适配都已经比较成熟 对我来说早就够用了 我现在用苹果笔记本主要是日常办公 录屏,视频边界 这个视频是2K的分辨率 码率也不高,一般不会超过30MB 层数也不多,很少超过5层 这个需求2013款的MacBook Pro也可以用 但是不好用 甚至变成了不想用 不得不用,这就很尴尬了 比如说外界显示器它不支持4K60帧 最大只能4K30帧,而且速度很慢 我用的软件ScreenFlow 视频编辑的时候经常需要等待 在预览的时候经常需要等几秒 反应也不是很跟手 早就该换了 去年M1发布的时候我就想买 可惜初期bug太多 我就想既然等了这么多年了 不妨再等一年 准备花一两万买台好的 再用个七八年 我一直在等一个完美的MacBook Pro 消费观的转变 可能是年龄大的缘故 现在我不这么想了 不再有一台电脑用七八年的想法 用两三年就行 以后的事谁也说不好 不够用再换 到时候再说 准备换的时候 肯定又是一番新的景象 M1芯片的Air 够我用的 甚至低配的8加256都够了 软件也没问题 我常用的软件都适配了 甚至生产力工具那个软件 都是原生Arm的 现在快10月底了 等等双11 拼兮兮再来一波 这台平时的价格只要6500 到时候肯定会更低一些 从15000的预算到6500 一下子省了这么多 省下来的钱做点什么不好 比如改善一下伙食 学习一项运动 比如网球 运动是能伴随一辈子的 比电脑长多了 或者改善一下生活 比如更新一下家里边的大件 家具电器什么的 这种东西也能用很多年 比电脑更实惠 我建议啊 把钱 时间 精力 花费在 非电脑 非电子相关的事情上 我们上班用电脑 用手机 已经很累了 那个脑子 那个眼睛 还有那个手 下班和放假 就别总守着手机 电脑 游戏这种电子产品了 对身体不好 是不是 我真的老了呢 上面是我的需求 如果你的需求 对电脑性能有要求 那就另当别论了 就算是没钱 钱不够 分期也要上好的 因为工作需要 买东西是因人而异的 最后我还是要劝大家 理性消费 买需要的 而不是买想要的 这句话好好思量思量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阿柴 我们下次见